在这一段里面我有点不解的就是 亚琼和老王 就是在很融洽的一个氛围里面 他们会 对 经常会就是自己莫名其妙的 弄那么一出 对 我很理解不了 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了 还是我在想 刚刚老师早上 我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词 叫形象捆绑 他是不是不想跟老杨形象捆绑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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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是羊主 是不是不愿意老王有这样一个绑在一起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亚琼她一直要的诉求说 我为什么不要这个婚姻是因为 我的自我没有发展起来 我要独立 所以我觉得亚琼其实是把独立 理解成了单独 我单独出去写歌 我单独拍照 我单独做很多事情 用单独反反复复在对老王说 我一个人可以很好 因为亚琼有一定 像处在叛逆期的那个孩子 对 叛逆期的孩子也会 动不动就是在那边装妇 有关注 真的独立的话 他不会参与到里面 但你会发现他是 他耳朵是竖起来的 不管是独立还是不独立 其实都需要关注 没有人是真心喜欢被冷落的 比如说我举例 假如在这一群里面 我是那个内向的人 结果我们录完节目之后 大家要约着去吃个饭 邀了所有人没邀我 我会不会难过 我会难过 那可是邀了我我会不会去 我可能不会去 可是 你聊的就是我最讨厌的 对对对 可是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我们很了解你 因为我们知道叫了职中 他不会来 所以我们反而不要打找他 算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要邀 邀了你又不来 来了你又不嗨 哈哈哈 这有差别 这有差别 我说真的 哈哈哈 问题是凭什么呀 你就在那边租 是 不是世界又不是围着你转 但是你就很矫情啊 黄老师 其实就是 我我我家长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次一次以后 你不知道怎么说是对了 所以我就对 我也不知道知道 所以这个怎么样 所以我就知道 所以所以我的意思是 在内向的人 当他发觉他被人家有意的忽略 不在意了 对他还是会难过的 能复出是一个人独立的标志 不被需要不是独立的标志 每一个人他喜欢的爱情的 或者他喜欢的相处的形式不一样 你是复出者 我是索取者 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会非常融洽 对 比如说你看王秋雨和朱亚琼 一开始王秋雨就是那个复出者 是的 他的爱的模式就是 我给你 我来帮助你 时间一长 你会发现也会失衡的 所以朱亚琼会觉得 你控制了我的人生 我要跳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老王 就很困惑的一个地方 他不知道怎么跟亚琼相处 他不知道怎么跟亚琼相处